继4月16日上午,港媒曝光了歌手许志安在出租车上出轨TVB花旦黄欣颖的16分钟视频后 时隔一天,17日晚上,港媒在曝光剩余的一段清晰视频 画面中,在出租车快到达黄欣颖位于香港鲤鱼们的寓所时 黄欣颖又亲了许志安的耳边一下,而一路上把手放在黄欣颖大腿上的许志安 此时特意摸了摸黄欣颖的手,但却被黄欣颖打了回去 其后黄欣颖替许志安拉低帽子遮脸并做好下车准备 更隔着口罩又亲了许志安一下 在到达寓所后,许志安打开车门由右边下车,黄欣颖也紧随其后 不过不少网友都说这段视频只能证明两人只是一起下了车 并不能代表两人之后还有更过火的偷情 但是在第一段视频曝光时,有小道消息指总共有三条片段 不知道17日晚曝光的这个终极视频是不是真的是最终极的那个呢 但是网友也表示,不用再曝光,也知道后续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 魔方全媒维合报道